10月26号晚,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在北京收官,来自全球各赛区晋级总决赛的12位选手亮相舞台。 经过激烈对决,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9号选手陈娇怡夺得冠军。 选手李孟霄和刘璇分别获得亚军、季军。 总决赛现场,12位嘉莉通过舞蹈、唱歌、表演情景剧等方式展现才艺。 六强选手围绕不同话题进行分组辩论,展示自己的思辨能力、语言组织能力、临场应变能力。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众总裁刘昌乐与2018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冠军卢林一同为冠军获得者陈娇怡颁奖受冠。 陈娇怡表示,经过比赛自己变得更坚强,未来自己会努力讲好中国的故事,传播正能量。 我会更加地去温暖别人,更懂得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,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。 我把自己的价值观,把一些正能量传达给我们大家。 我跟我很多的外国的朋友都在描述我们中国的事情,讲我们中国的故事,这样他们才会越来越了解我们。 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历时五个月,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经过了初赛、复赛、复活赛的层层选拔,以及美丽之旅的激烈竞争。 我在此次美丽之旅当中有去到了梅州的大户县,那在那里体验了我们农民的生活,也帮他们去外销一些农产品。 所以我希望之后呢,我可以将这些中国好的产品通过我的力量,可以让它走得更远。 那我也希望通过中华小姐的力量,让美丽继续传承下去。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是凤凰卫视的年度品牌活动,自2003年开赛以来,一直秉承高学历、高素质、高品位的原则,和国际性、文化性和公益性的品质,致力于拉近全球华人距离,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,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平台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